大家好,又见面了 这个关掉 大家好,又见面了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 跟大家聊一下在这边找工作的一些事情 因为这段时间在波兰留学的很多小朋友已经陆续毕业 然后要么在国内找工作 要么在波兰当地找工作 有些可能已经拿到了工作offer 这个地方就来说一下吧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选择 对于还没有毕业或者说即将来这边的朋友 提前应该做哪些准备 首先来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在这边读的硕士 然后他也是今年毕业 前段时间问我 他说他现在手头有两个比较心仪的offer 一个是中资企业的 另外一个是波兰本地企业 两个offer工作岗位的话比较近似 但是差别在于中资企业的工资给的稍微高一些 本地企业稍微低一些 中间可能有一千多不到两千字诺题的差异 他问我选哪个会更好一些 我说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你自身对于这个公司情况的判别 以及你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来判定 比如说你缺钱的话那么肯定首选是中资公司 如果说你要是从长远发展的考虑去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本地企业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因为刚毕业嘛 应届生刚毕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之前的这种工作的reference 所以选择一个本地企业 你后续不管是跳槽也好 还是说在职场晋升这一块 选择会相对更多一些 因为在这边你毕业之后进本地企业 你后续再跳 你可以跳到中资企业 也可以跳到其他的本地企业相对比较容易 但是你如果一毕业进入一家中资企业的话 那么后续工作三五年之后再想跳槽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在职场的头几年 对一个人整个你的这个职场的思维习惯 包括工作方式的塑造还是非常重要的 中资企业虽然说是在这边开设的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氛围文化 还是偏向于国内 工作强度相对来说比波兰企业也会更大一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是肯定的 当然了中资企业也有中资企业的好处 就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嘛 在中资企业相对来说 晋升的空间发展的机会都会更多 你获取到的资讯也会更多一些 这个就看你是怎么规划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对于刚毕业的小朋友来说 拿到毕业证找工作不要急于的给自己定性 比如说我未来就一定要在波兰或者说未来一定要回国 不要急的定性 先工作赚钱 先积攒一定的工作经验 只要你这个经验积攒够了之后 以后在哪发展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你只要有资本都是可以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了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在这边 中国人在这边找工作容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要分情况去看 其实和在国内是非常相似的 你毕业之后第一年找工作肯定是不占特别大的优势的 但是呢 还是能找得到 还是能找得到 就我之前视频说的 你要想找一份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差别在于好坏 如果说你要想找一个非常称心如意 然后薪资也比较好的工作的话 还是要花一些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是肯定的 这是找工作难易这一块 当然我看也有很多小朋友在网上抱怨 说在这边投了一百多份简历 然后也没有获得面试机会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你其实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 如果你投了一百多份简历 没有一份面试或者入围的机会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一想 是不是你自身的问题 比如说你投的简历和你自己的这个专业 或者说你自身的情况不匹配 对吧 这都是有可能导致你没有办法及时获取到 过不去了 这都是有可能导致你没有办法及时获取到 面试机会的一个原因 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对于还没有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朋友来说的话 你完全可以利用大学的空余时间学一些跟专业相关或者说有利于你在这边找工作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可以提前考一个驾照出来 或者说提前学一下波兰语 甚至说你觉得波兰语没有意义的话 你可以把英文提升一下 因为我觉得在波兰这个地方 其实能提升英文的场景和能帮你去把这个英语口语听力练高的地方有很多 我见过不少啊 就是大学已经毕业 不管是读本科也好还是硕士也好 已经毕业 英文日常沟通还不是特别顺畅的这种朋友 我是见过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利用大学比较空余的这个时间 先把你的英文或者是波兰语先锻炼起来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专业这一块的技能也要提升 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他是学数据分析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虽然是商科的数据分析 但是你最好能有一些理科的功底 比如说你可以学一些编程啊 或者是数据库的东西 对吧 这个对于你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这个在你上学的时候不学 以后工作了再学 可能真的就是怎么说呢 你就压力比较大了 你一边要找工作 一边要学新的知识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念 因为我也见过有不少朋友 在抱怨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每天在宿舍里边玩游戏 对吧 在这边旅行 谈男女朋友 这些东西其实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但是不是你未来发展 决定你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还是要在正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事情 把时间都利用起来 这样才能在你未来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有更 怎么说呢 有更深的筹码 去跟企业去谈 去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就那句老话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如果你提前没有做好准备的话 那么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流失了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到地方了 我先跟大家说这么多吧 这一期视频先说这么多 好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记住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产品里 我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果然没有什么位置 到前面去吧 前面 还是有一点位置可以选